這種人你還敢 這樣判他無奇喔 他都在法庭上多次 屢次嗆說要殺我了 香妻姐姐遭丈夫 痛下殺手慘死 一審判決無奇徒刑 死者妹妹心中只有憤怒 大哭哀嚎在眾人面前 上演後悔戲碼 彰化盲夫石信成去年三月 北上新北戲致到妻子工作的寵物店 朝妻子頭部開槍行凶之後被逮 地人開庭時 石信成竟然比出開槍手勢 嗆瞎小姨子最好別來開庭 否則有機會一定打死他 假如重新來過 還是會再一次殺死妻子 如果時光倒轉 他還會再殺我姐姐一次 而且還會再 如果沒死的話 他會再補一槍 更離譜的是 連法官都被失信成像 反正你也不敢判我死刑 更用台語罵罰警 你是在看什麼 黑廷法官認為 被告因為認為妻子 移情別戀 加上不諒解妻子人工流產 才會痛下毒手 而且審理中 仍哭訴愛著妻子 顯見良心未明 對 一結婚之後 就每天都毆打 然後扯頭髮什麼的 對啊 這個叫愛我完全看不出來 當然是死刑 殺氣兇手 肖章嗆法官還嗆說 要殺死小姨子 最後獲得免死 死者家屬此刻心情 實在難以平復 這是台北綜合報導 12月28日起 中天綜合台 黃金九點 讓愛飛揚